所以我们看这个作品 和前边我们讲的那几个作品比较起来 它就显得比较清新 这说明艳熟的风格是多种风格 显得比较清新 比较富有生活气息 艳熟的词我们大致上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介绍另外一个人 欧阳修 欧阳修这个人大家并不陌生 我们上次讲的时候已经讲到他了 上次讲到范仲淹的母亲的时候 就讲到了欧阳修的母亲 讲到中国文学史上几个著名的文学家的母亲 当时由于时间关系都没讲完 大家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就这个问题来进行研究 由于他的母亲的教诲 所以欧阳修就读书就很有长进 很有长进 你看十岁的时候 他看到了韩语的文集 他们家里当然没有书 他在邻居的家里 因为邻居到了这个邻居到了六月抽六 到了夏天的时候都要把家里的衣服 书都拿着去晒 六月抽六的那一天 把这个家里的衣服 书籍搬到外面去晒 他就在邻居所晒的那些东西当中 发现了韩语的文集 他就借回去读 读了之后就非常喜欢 觉得文章就是应该这样写 就是应该写这种文从至顺的古文 而不是那种平文 所以就练习这种古文 到了仁宗天圣六年的时候 也就是二十一二岁的时候 就带着自己的文章 去拜访汉林学士徐宴 拜访汉林学士徐宴 徐宴大旗之流自门下 之送入京后遇屡妻之 所以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 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拜访汉林学士 汉林学士对他的才华 感到很震惊 就把他放留在自己门下 做自己的门课 然后还支送入京 什么意思 因为你要到开封去参加考试 你是要拆礼费的嘛 要盘缠的嘛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你还要出报名费啊 考试费啊 这个谁给你出呢 就这个徐宴出 这徐宴不仅自从他考试 最后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可见他从那个时候就发现了 欧阳修绝对是一个潜力骨 是可以升职的 事实证明也是这样子的 你看 所以你看在 仁宗天圣八年 中进市 做过资自告 就是为皇帝起草文书的官 做过汉林学士 做过书密副使 国防部副部长 做过参职政事 国务院副总理 没有艳书的官大 没有做到总理 但也做到副总理了 为官四十一在 享年六十五岁 这个人呢 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他也是一个敢做敢言的人 敢做敢言 他曾经替这个范仲淹报部品 我们知道范仲淹不是 推行庆立新政吗 推行庆立新政 得罪了那些利益集团 所以后来就被贬官 被贬官的时候 有一个简官叫高若纳 高若纳不仅不为他讲话 反而还落井下石 所以欧阳修就很生气 写了一篇达高斯简书 在文章里面指 说高斯简 不知道人世间有羞耻 不知道人世间有羞耻而至 那就把人家得罪了 怎么办 贬 连你一块贬 贬到哪里呢 贬到怡林县令 怡林呢就是现在湖北的怡仓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贝贬的经历 到西宁四年的时候呢 这个人还有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由于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所以就不接受简教太保 宣慧来源石的职务 而要求去支蔡宙 做蔡宙的支走 欧阳修贝贬 都是因为和别人政见不合 当然他的政见也不一定都正确 他早年支持范宙燕的改革 这是正确的 他晚年反对王安石的改革 就不正确了 这说明一个人呢 在年轻的时候支持改革 因为那个时候 自己还不是既得利益子 所以他支持范宙燕的改革 等到王安石改革的时候 欧阳修 那就算是一个既得利益子了 也许我这样说 可能有些人会不赞成 因为我觉得王安石的改革 也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所以说他早年支持 范宙燕的改革是正确 晚年反对王安石的改革 就未必正确 这是政治上的欧阳修 我们就不多讲 欧阳修在文学上的 最重要的贡献 就是倡导 自然流畅的古文 反对显怪奇色的太学体 我们知道在唐代的时候 曾经有过寒柳古文 曾经风行一时 但是到了晚唐五代的时候 古文又销售利急了 平文又占了上风 甚至可以说 平文就没有被打倒过 在唐代 因为在唐代的这个公文里面 公诗文汉 就是不管是公文 还是诗家的信函里面 通行的还是平文 古文只是少数人的 用这种文体 但是到了韩语的末流 到了他的那些弟子 以及弟子的弟子手上的时候 他们就追求一种显怪而奇色的文风 本来韩语的文风有两种 一种是文从自顺 一种是显怪奇色 后来的一些 他的那些弟子和债传弟子们 恰恰就继承了韩语的显怪奇色的文风 所以这种文风 在当时就遭到人们的反对 因此在晚唐五代的时候 平文有大胜其道 像我们所熟悉的李商尹 这些人就是以善写平文而著名的 那么你看 在五代的时候 平文赞同之地位 在宋朝初年的时候 平文也是赞同之地位 是因为欧阳修偶然的发现了韩语的文章 觉得文章应该这样写 然后再提倡 他之所以提倡能够成功 是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务 叫知共举 知共举就是主持进士考试 共举就是下面的共事和举人 由各个州府送上来的 然后在京城里面参加会试 由欧阳修来主持 这叫知共举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高等考试 高等教育考试的总指挥 而他有了这个权利 他就来改变文风 你再要是显那种显怪奇色的太学题的话 我就不予录取 所以有人说 说现在的文风不好 现在文风确实不好 现在文风不好 为什么改不好了 因为缺一个欧阳修啊 如果那个教育部长 他有这种欧阳修这种认识的话 你要是文风不好 我就不录取你 但他没有这个权利 也值得同情 他没有这个权利 他也没有这个威望 是吧 那么欧阳修就有这个权利 所以那些显怪质语者 一粒费作 而录取了苏氏 苏泽 真拱 你看唐宋八大家里面 有三个人是他录取的 他为什么把苏氏 苏泽 两兄弟同时录取了 因为这两兄弟都是写古文的 不写篇文 这两兄弟之所以都写古文 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 书寻的影响 写古文 所以你看把这个古文家 都录上来了 唐宋八大家里面 宋代占了六家 占了六家 欧阳修一次就录取了三家 再加上他一家 还有王安石一家 还有一个是年纪大了 没参加考试了 搜寻 就这几个人嘛 当然唐宋八大家 是清朝人的说法 也不一定都准确 实际上古文写得好的 也远远不止这几个人 因为有这样一件事 所以刷新了一代文风 这是欧阳修最大的贡献 我们现在看宋代林那些散文 都像行云流水 谁的功劳啊 就是欧阳修的功劳 如果欧阳修当时 他不去自贡举 或者说当时自贡举的是一个写平文的人 那么宋代的文学说不定要改写了 谁要是平文写得好 我就录取谁 不就是一个指挥棒的问题吗 就像我们现在随着外语过关了 我就录取你为研究生 所以使得很多专业很好 但是外语并不好的人 偏偏不能考上研究生 而研究生录取了往往是这些 外语好的专业未必好 没有录到真正的人才 他就外语好嘛 外语是个工具 当然不是说现在的研究生都不好 这少说外语也好 专业也好 相当一部分只是外语好 专业不好 因为他外语好啊 他就录取了 还有很多很优秀的人 就是因为外语不好 那再看看不就是个指挥棒的问题吗 那现在的指挥棒就是说 只要你外语过关 我就录取你 因为外语过关的时候 是专业不难的嘛 所以指挥棒就这样 所以欧阳修的贡献主要在这里 苏氏这样评价 欧阳修说 任大道是韩裕 任士是路直 祭士是司马迁 师父是礼拜 这个评价可以说是很高的 欧阳修在经学 史学 经时学 文学方面 都有杰出的成就 他还是一个经学家 更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史学家 新五代史 新唐书 都是他主持 编展的 还是个经史学家 还是个文学家 就他的文学成就来看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文第一 词第二 词第三 欧阳修的文 欧阳修的词集 有欧阳文中公进体乐辅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有罪翁琴曲外边 又叫六一词 全诵词 收他的词 多达二百四十二首 现在我们讲他的作品 《生诈子》 大家把它读一遍 这个很熟悉 《生诈子》开始 这个作品很有名 是吧 这个作品本来是欧阳修的作品 但是有些人不同意 他们说不是欧阳修的作品 他们有人说是朱树珍的作品 朱树珍就是南宋时候的 一个女词人 也是很有名的 她的影响仅次于李清兆 她的词叫断肠吉 还有人来说是秦冠作的 还有人来说是李清兆作的 但是他们都没有证据 他们没有证据 又偏偏 说不是欧阳修作的 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觉得 欧阳修不应该写这样的词 他们认为这首词是一首燕词 所以欧阳修是一代如中啊 道德文章垂犯天下 怎么可能写这种香烟小曲呢 他们认为如果把这个作品的 归在欧阳修的名下 有损于他的形象 其实他们这样讲的时候 并不了解欧阳修 我们在上一堂课讲过 宋代的士大夫 他们的人格世界是丰富的 精神世界是丰富的 他们的人格具有多种层次 我们通过欧阳修的作品 我们就可以看出 他的人格具有多种层次 如果我们仅仅读他的古文 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道德家 他的古文里面就是论大道嘛 是一个道德家 当我们读他的诗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人呢 是一个敢作敢为的 以天下为己任的 很有报复的人 在我们读他的词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多情的人 所以人格很丰富 就像欧阳修 就像我们上次讲的 范仲淹一样的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否认 他对这个作品的著作权 也没有理由 也没有证据来否定他的著作权 那就是他写的 这个作品很简单 他就是写一种人生的一种失落感 惆怅感 是吧 去年元夜时 花式灯如皱 月到柳梢头 人曰黄昏后 这当然是很温馨的 在元宵节的晚上 元宵节的晚上啊 灯火灿烂 像白天一样的明亮 稍晚一点 等到月亮出来的时候 刚刚升到柳梢头的时候 他就和自己所爱的人约会嘛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 欧阳修本人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一个代言体 也许他不是说他自己了 他说别人的是吧 月到柳梢头 人曰黄昏后 这两句就成为那种 美丽的浪漫的约会的 一个很形象的描绘 那么今年呢 今年元夜时月雨灯依旧 今年元夜 月亮还是去年那样的月亮 灯还是去年那样的灯 但是不见去年人 内满春山秀 去年的人再见不着了 所以这是写的一种失落感 这种失落感在古典文学当中 普遍存在 你看唐代的诗 唐代的诗人吹护 不是有个很有名的作品 叫提督城南庄吗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香饮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不就是写一种失落感吗 中国的文学 尤其是中国的诗词 这样的抒情文学 虽然成千上万 汗流冲动 但是就它的抒情模式来讲 不外乎两种 一种就是 人面桃花式 一种就是 西窗简竹式 这个人面桃花 就是写这种人生的失落感 而西窗简竹呢 是写对人生的一种期待 大家熟悉的 那个流行歌曲 那个同桌的礼 为什么那么大的影响 不就是写这种失落感吗 它就是这样子的 就因为它写的这种失落感 就是这种 今年元夜时 粤语登一旧 不见去年人 泪满春山秀 就是这种感觉 它说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穿上嫁衣 这不就是一种惆怅吗 我觉得 这种感情 是一种很纯洁的感情 这就是现在人们讲的 第四种感情 它不是爱情 但是呢 它也不是很简单的友情 它超越了 它比一般的友情呢 还要亲密一点 但它又没有达到爱情的那一个程度 这是第四种感情 第四种感情 是最值得回味的 所以这个作品呢 它就是写了这种人面桃花之感 写了一种人生的仇仇 我们从事文学创作 一定要了解 中国文学 尤其是抒情文学当中的这两种模式 不要动不动就写那种 大团圆的结局 凡是大团圆的 都是小市民的 都是肤浅的 喜剧性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 一定要有那种贵族的审美的观点 但是我可以把那些贵族的审美观 跟大家介绍一下 供大家参考 那边在西方人呢 那些有文化的人呢 他们是不看喜剧的 他们欣赏悲剧 喜剧就是大团圆的 所以有人对中国的原明清戏曲 也是不满意的 因为中国的戏曲里面 多数都是大团圆的 通常都是三园 师定终圣 后花园 然后奉旨成婚 大团圆 第二个环节是 落难公子中壮圆 第一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 师定终生后花园 因为父母亲不允许 他们就在后花园里面 师定终生 然后你师定终生 父母亲就反对 就把他赶走 叫落难公子 落难公子 然后就发愤了 叫落难公子中壮圆 落难公子中了壮圆之后 皇帝就开始跟他们 安排婚事了 叫奉旨成婚大团圆 奉旨成婚 圣旨的旨 我知道你们说的奉旨是说 现在 现在有些大学生呢 在读书系统 我一再坚持这个观点 本来我不想讲的 刚才你们提的这问题 又引得我要讲 大学生千万不要 不要找自己的同学结婚 是吧 那都是很愚昧 很无知的嘛 可惜他不是我的学生 我也没时间去跟他讲 但你们是我的学生 我劝你们不要找自己的同学 尤其是不要在大学期间 去搞什么奉旨成婚 简直是愚昧透顶 庸俗透顶 是吧 但是那个报纸呢 还无知的很 我昨天看了 杨成婚报里面 还整版的讲奉旨成婚呢 我看到那一对夫妇 根本就傻傻的嘛 照片看着都傻傻的 你读书你就好好读书嘛 你要欣赏 你要好好地过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你这个阶段是读书的阶段 你就把这读书的阶段好好过 你读完书了 再去结婚 再去奉旨嘛 是不是 还更重要的是 我为什么说 我很反对 尤其这个媒体 这个媒体这样一报道之后 它会形成误导 大学生的年龄都相差无几 但男的22岁 女的20岁就结婚 那是很不恰当的 很不恰当的是吧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讲 如果你们有兴趣 我专门给你们做一个讲座 好吧 专门给你们做个讲座 今天我们回到作品 啊 啊 啊 这次都要看着我们下午的 我们下午的